说出来你都不信 我们云南德宏人都是家乡宝 因为德宏的菜真的非常好吃 今天我要为你们介绍一个 来自我们云南德宏的家乡菜 酸趴菜 酸趴菜的做法其实很简单 重点是酸趴菜的酸味 用什么食材来做 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用到了三种食材 第一种是我们德宏的水腌菜 第二种是我们的干腌菜 第三种是酸木瓜 那么我们推荐你可以用水腌菜的水 但是呢不仅仅是这种三种酸可以做 还可以用羊奶果 还可以用马鲁辣 还可以用很多其他的酸的食物来做 所有的酸我推荐都用植物酸 我们德宏的酸趴菜是不放醋的 是用植物的酸来体现这个酸趴菜的鲜和美 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首先介绍的是 第一个步骤 今天我们做酸趴菜的第一个步骤呢 是煮汤 那么汤有两种 第一种是清汤 第二种呢是骨头汤 如果你不吃肉的话 欢迎你可以试一下 全全用清水煮也可以 第二种呢是我们用骨头汤来煮 今天呢我们用到的是有猪排骨 这一个的 然后呢还有我们的猪瘦肉 还有皮子下面刮的这一点肥油 再加上猪皮 这些瘦肉呢我们一起来做一个汤 首先把猪排骨放到锅里 倒入我们德宏的水淹菜水 加入一点矿泉水 矿泉水煮出来的汤比较好喝 好把火打着 为什么我今天用水淹菜水来做 而不是用干腌菜来做呢 因为水淹菜也是用青菜做的 干腌菜其实也是用青菜做的 然后水淹菜的水更新鲜酸味更淳朴 今天我是用的水淹菜的水来给大家做酸八菜 其实你用干腌菜和用酸木瓜 或者用羊奶果都可以啊 今天我们用到的这个青菜呢 是来自德宏盲市江东的大青菜 其实煮酸八菜最好吃的有两个地方的青菜 一个是盲市江东的 还有一个是盲市姆嘎的 这两个地方呢因为海拔比较高 天气比较冷 所以煮出来的青菜也特别好吃 今天呢我们就用这个青菜给你们煮一个真正的酸八菜 首先呢放入我们的大青菜 放入我们的皮子下的这一个猪油 放上猪皮 放上猪的瘦肉 这样的话吃起来就比较过瘾啊 加入我们德宏的红糖 这个是老百姓的手工红糖 甜味的话根据个人口味添加 我们德宏的酸八菜十个人做的是十个人的味道 有的人特别喜欢吃甜的可能糖多放一点 有的人不喜欢吃糖那就糖少放一点 那我们现在加入我们的西红柿 加入食盐 加入一点点鸡精 看到没有 西红柿放进去青菜放进去一段时间之后呢 这个青菜开始微微的变黄 酸八菜的颜色呢 一定是稍微偏黄一些 因为青菜遇到酸的东西之后 它的菜叶子和菜感都会变成黄色 哇 我都流口水了 其实青菜煎来做酸八菜 味道也非常的不错 如果你能采到新鲜的青菜煎 用青菜煎来煮酸八菜 也是一道美味 可能很多朋友不知道 我五岁就开始做饭了 因为我家小时候卖的是快餐 从小小我就开始跟着父母一直在做饭 一直做到现在已经三十多年了 如果你真的喜欢我 喜欢德鸿菜 喜欢云南菜 记得关注 记得点个赞 谢谢你们 那么今天我们酸八菜煮到这里 就快差不多了 准备起锅 我们德鸿人吃酸八菜呢 一般是煮一大锅 吃多少打多少出来 我们先带一小碗出来 可以根据个人口味 适当的添加一些做料 小米辣 各级个人口味 放一点姜末 放一点点盐碎 这就是我们德鸿的酸八菜 虽然我们德鸿有很多种煮法 有木瓜煮的 有干颜菜煮的 有羊奶果煮的 还有用酸笋煮的 但是这些都是我们劳动人民的智慧 如果你喜欢德鸿 喜欢德鸿的美食 记得关注我 我是黄剑 邀您品德红 每天最开心的时刻 其实也就是这个时刻 可以认真尝菜的时刻 可以将我自己煮的菜 将我自己煮的菜 我要自己吃一点了 这也是我最郁闷的时候 因为每天我们工作室的人 就这样子 有空来整张